《信仰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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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是读《四世纪》的第十八章 《信仰大崩溃》 十八章我们的主题叫做《信仰大崩溃》 《信仰大崩溃》 一栋楼 整栋楼 倒塌了 完全地塌下来 这是应验主耶稣说的 若我听到他的道理 就去行的 好像人把房屋建在磐石上 水灵 风吹 水冲 都不会倒塌 不会 若听到我的话 而不去行的 就好像人建房屋在沙土上 雨淋 水冲 风吹 就倒塌了 而且 而且 踏得很大 主耶稣说 踏得很厉害 十八章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倒塌 信仰会倒塌 淘汰都这么厉害 没有把神的话行出来 遵行神的话 今天我们一个人读圣经 那一个人读三节 来 刚才主耶稣讲的 房子倒塌的道理 请问还记得记在哪里吗 传道这样提醒 是因为这篇道理非常非常重要 对我们个人 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的提醒跟警告 若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做呢 就像这四世纪十八篇的信仰大分溃 整个信仰倒塌的很厉害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 跟主耶稣讲的话 将来看到 信仰得救呢 不是你奉献了很多钱 也不是你做了很多圣工 我得救了 绝对不是 绝对 而是 听了神的道 去遵循 虽然 一样会遭受到风吹 乙灵 水虫这种试探 这种打击 这种考验 书耶稣说 不会倒塌 绝对不会倒塌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乙灵是从天上下来的 水是从天上下来 下雨不是从地上来的 下雨是从天上来的 来自神的考验 不会倒塌 风吹 这个是自然界的 是在这个世界上的 这种自然界的 这个是自然界的灾难 自然界的打击 也不会倒塌 什么叫做水虫 你去看启示录 就知道水虫是什么意思 那是来自魔鬼的 灵界的那个龙 那个撒打 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 龙吐出口水来 突然变成大河 大水 要把教会冲倒 把信仰冲倒 那是来自撒打 所以我们的信仰 会遭受到三方面的考验 你知道吗 一个是来自神的 一个是来自环境的 一个是来自撒打的 所以耶稣说 无论怎样来自哪里 无论是哪一方面 不会倒塌 请注意不会倒塌 所以神道 在讲这篇之前 就叫你们记得 这篇道理记在哪里 马太福音书七章 那讲这篇道理之前 前面耶稣说 那些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都不能够进去 有没有 那么这些人 反对耶稣所讲的 他们向耶稣抗议 他说主耶稣你这样讲 有搞错吗 我们奉我们的名赶鬼 我们奉我们的名 行很多义 我们奉我们的名 我们又做了很多什么圣工 他们是做很多圣工的呀 他们也有奉献的呀 跟座主耶稣就讲这篇 防务倒塌的道理 你做很多圣工又怎样 你没有遵行神的话 你奉献很多钱又怎样 你没有遵行神的劫命 如果这样 如果这样 不用遵守神的道理 也可以进天国 那外面的人也做很多 为他们的神做很多工啊 外面的人也奉献做慈善很多啊 那他们也得救咯 是不是这样 因为他们奉献很多啊 因为他们做很多工啊 但是不用遵行神道理的 我们还是回到实实在在的信仰 遵行神的话 但是一个遵行神话的人啊 他一定会奉献啊 他一定会做圣工啊 那是肯定 不可能说我遵行神的道理 我不做圣工 我不奉献 这不可能的呀 请大家懂得分辨哦 遵行神的道理的人 一定会做圣工 一定会奉献 可是呢 会奉献的人 会做很多圣工的人 不一定会遵行神的道 请注意 它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 那些人做神的道理 他们会供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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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必须是另一样的 好像在马达福文七章 七节耶稣讲的那一般人 他们也是做很多圣工的呀 也奉献不少的呀 可是他们有遵行神道理吗 就是说没有 他们根本没有 大部分十八章里面的最重要的道理传道已经讲出来了 十八章就在讲这个道理了 我们回到四十七的十八章 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是腐败的 这种腐败是由个人扩展到家庭 从个人到家庭 由家庭又扩展到家族 整个家族 由家族扩展到整个支派 最后呢造成全面性的堕落 全面性的崩溃 那这种罪恶的蔓延 罪恶的这种 这种罪 它会越来越深 越来越快 它很快速的扩展 非常快的 我们从十七章看到只有两个主角 十七章 一个就是米家 那是代表个人 一个就是立位人 代表侍奉人员 那些侍奉神的人 一直到十八章的时候呢 多加了一个主角 那就是这个党支派 整个支派 这十八章呢 这三个主角呢 他们共同演出了 表演了信仰大分溃的这套戏 我们从这里看到 这个大楼 这个楼 信仰的楼 高楼 整个倒 倒的彻底 那传道把这一章分成七个小段 第一 党支派在寻找居住的地方 这一节到三节 第二段 假祭司 慌报 假神的名 来慌报他们平安 让作恶的人 可以继续作恶 平安地去作恶 作恶还可以平安地作恶吗 这是第二段四节到六节要讲的 第三段 那些既归探的人 回来报告说 那边 拉伊那个地方 是个美好的地方 可以带兵去抢夺 这是七节到十三节 第四节 第四段 第四节 第四节到二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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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带了六百人去抢夺这个地方 但是还没有抢夺之田 他们先进米家的家 抢夺偶像 还有把那个假祭司带走 第五段 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 这米家呢 他带人去追赶所失去的 但因为对方比自己更强盛 更厉害 他只好自己赐亏地退下了 那就看谁的钱头大 谁的人多 谁就得胜 在真理上也是这样吗 靠人多 靠你那一班人多 投票 你就得胜了 是吗 靠人多的是吗 靠你的势力 你那一班人强胜 你就胜了是吗 在教会也是这样吗 这是第五段要告诉我们的一篇道理 但世界确实是这样啊 世界就是靠人多的啊 谁叫你人少 谁叫你的钱头不够运 谁叫你 世界就是走这条路的 我的钱头大你就听我 教会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说不会了 可是教会如果一天堕落的时候 信仰堕落的时候 那你说会不会呢 第六段 杀人放火 抢夺这个拉役这个地方 这是27到29节 最后一段 设立这个偶像 也设立这个祭司 30节到31节 看起来只有三个主角 这篇三个主角 里面要提出的教训 要我们谨醒的 要我们去遵守的 非常多的教训 好 我们来看这个一节到三节这一段 胆人 胆思派在寻找土地 记住 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 难道他们没有得到土地吗 耶稣亚没有分土地给他们吗 他们为什么要去寻找土地 这是一个问题来的 第一节说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 那胆子派的人呢 仍然不断地在寻找居住的地方 再寻找 你看中文的翻译 因为那日子 他们还没有 请注意 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 得地违约 中文的翻译 英文是这样翻译吗 不是吧 不是啊 中文这样翻译呢 就让人家觉得 耶稣亚没有分地给他们 所以他们要继续寻 要寻找地来寻住 如果你看中文就是这样 我们这里的中文 让人误解 翻得不清楚 让人误解 正确的翻译是这样的 正确的翻译是这样的 把胆子派 他们未能 屈住 居住在自己 产业之地的民族 他们自己没有办法 去屈住 去屈感 住在他们地方的 其他民族 反而被亚摩利人 驱逐他们 驱赶他们 这个我们要看 四十集第一章 四十集第一章 三十四节 亚摩利人 强迫党人 住在山地 不容他们 下到平原 看到吗 其实他们得分配到土地了 得到土地了 但是他们没有靠神 来把敌人赶走 他们没有 反而得巴雷的被亚摩利人 另外强迫他们 住在山地上 不给他们下到平原 那你就不能够种地 你不能够有生长 种东西 所以他们是生活得很辛苦的 所以他们就要寻找土地 那不是他们没有得到土地 没有分配到土地 圣经记住很清楚 每一个支派都有土地 如果要去清楚一点 我们就要看 耶稣亚记十九章 我们要看耶稣亚记十九章 他们得的土地是什么 是哪里 那就是四十节到四十八节 我们可以读到四十八节 事关关系我们不必读 我们只读四十七节 每一个城市 一个地方的名字 这里都有记录 很清楚哪一个土地 哪一个乡村 哪一个城市 他们都有记录 就是胆的支派 你看十七节 圣经怎么评论他们 为什么他们要寻找土地 为什么他们要寻找土地 但人的地界 越过原来德的地界 越过了 那个是神没有给他们的 他们抢起神 没有给他们的土地 所以他们就去攻打利善 怎么样怎么样 去杀害他们 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 你就要回到四十七十八节的故事了 故事就在十八 事情就发生在十八章 四十记十八章 这样清楚了 不是神没有给他们土地 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也自己不满足 那么他们现在得的土地 神给他们的是在南边 南部 他们跑到北部 最北部 最北的偏远的地方 去得到另一块土地 但是在北部 从南到北 这是这一章先介绍 胆支派是一个怎样的支派 让我们去了解这个支派的信仰 原来生活这么辛苦 被敌人控制 被敌人欺负 因为没有靠神 遵守神的话 把敌人赶住 没有 所以结果呢 那个后果一定是被敌人控制 被敌人欺负 一定的了 那你去怪神没有祝福你吗 你去怪神没有保护你吗 每个支派 比如要得到平安 得到安期乐月 都要去对付敌人 都要去攻打敌人 每个支派 都要这样做的 不是胆支派 这样 每个支派都要这样 我们信仰也是一样 除了有属灵的魔鬼 那我们的敌人 很多时候就是自己 我们敌人就是自己来的 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贪心 我们的嫉妒 我们的种种不圣洁 我们的种种 种种罪恶 那种情欲 就是阻挡我们的 来控制我们的 要我们离开死的 要我们去犯罪的 要我们跌倒的 要我们跌倒的 它就是自己来的 那所以你要去控制它 你要去对付它 对不对 我们自己不去对付我们的敌人 那就说神没有保护 神没有祝福 神没有看顾 神没有帮助 我们连继续都不想来 祷告也不想祷告 然后说神没有祝福我 神没有保护我 这样就了解了 就了解这一族的信仰 那当然就是 四节到六节 他们去问这个假祭司 我们可不可以平安的 去攻打这个拉伊亚 这个地方 我们走的这条路 抢夺人的地方 这条路 抢夺之路 平不平安 通顺不通顺 通达不通达 这个假祭司回到他们说 平安啊 平安啊 你们可以 可以 照你们想要的去做 一定平安啊 那么第七节说 这五个人听了 就很放心的 到那边去抢多人的土地了 那这五个人问那个假祭司的时候 请看第三节 他们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 谁领你到这里来的 谁叫你来的 这个地方的 他们的意思说 你不应该在这里的 因为你是立位 他们听出他的口音 是立位人的口音 正南方人的口音 不可能来到北方的 对呀 因为立位人 住的地方都有规定的呀 因为立位人 就在十二个支派里面 没有越过界线的 没有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 他们居住哪里都已经安排好的 有立位人 谁叫你来的 第二个问题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今天在这里做什么 第三个问题 最重要的 你在这里得到什么 你能够得到什么 你得到什么好处 请告诉我们 不然怎么可以从这么远 跑到这里来吃饭 到底有什么好处 其实这三个问题 我们今天也要问问自己 那他就说了 我在这里 他们请我做祭司 第四节 好 那这是这一段里面的 一个对话 我们看这个十四节到二十节 我跳过了 他们回去报告 报告说 那个拉伊的地方 是很安全的 是没有防守的 没有防备的 对不起 请看第七节 这五个人来到拉伊 见那边的居民 安居无力 没有有力的 很安居乐乐 很平安的生活 然后他们离开西顿岩 人也很远 然后他们也没有 跟别的人来往 自己 这一族人 很悠哉的 自己在生活 跟人没有来往 那就是很舒服的环境 以事无真的环境 我也不理你们 你们也不用来干扰我 我们过我们的生活 可是这样也造成很危险 因为他们没有防备 他们没有防备 然后他们遇到危险 也没有人可以来帮他们 因为他们跟人家没有来往 这个是最容易囤刺的 如果要去囤刺他 这个是最容易囤刺的 因为他们连防备都没有 连基本防备都没有 再来他们自己独立的 自己过自己生活 没有跟人家来往 这也是魔鬼最喜欢吞刺的 因为容易吃 在经养上我们没有防备 没有穿全副军装 没有防备 再来也没有跟信徒 跟其他的弟兄姐妹 沟通来往 团契 自己做自己的事 自己走自己 过自己的生活 没有跟人来往 其实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教会也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跟教会来往 谁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有时候要去访问你 你还不要 你还拒绝 这种信徒也不少 不是没有 你在教会也有这样的信徒 也没有防备 也不跟教会来往 你偶尔看到他来教会 你想要跟他打道户 他就走掉了 他也不跟你回应 你想要记录什么 他也不要 什么都不要 这个很容易被吞吃的呀 这个拉伊的鸡鸣就是这样 一下子就被吞吃了 很容易 六百人就搞顶他们了 六百人而已 六百人还有包括他们的妻子孩子 还有妇女那些妻子 那等于说那真正打仗的 能够上战场的没有多少人而已 这场战争这么容易的啊 这么少的人就可以把整个地方抢夺了 太容易了 好我们看这个十四节到二十节 这里就是他们进米迦的家 来抢夺 米迦的家神像 然后呢 然后呢 就跟那个假祭司谈条件 我们看十九节 对啊 他们对假祭司说 你不要出生了 你跟我们去吧 我们必与你为父为祭司 他的条件来了 他提出的条件 你自己想咯 你做一个家庭人的祭司好呢 还是做整个以色列 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 我现在只是米迦一个家庭的祭司而已 一个家庭的祭司 一个家庭的人认识我而已 我现在可以做整个自派的祭司 全部人都认识我 全部人都要听我讲 二十节 祭司听到这一句话 这个条件 心里就欢喜 很快地拿着以活得 还有家中的那些偶像 把连假神也一起带走 就跟他们走了 二十一节 他们就转身离开哪里 妻子儿里深处都走在前面 所以那六百人还帮话妻子儿子的 这个立位人 少年人真的是吃饭传道 我们今天常常说吃饭传道 你们常常都这样讲的 吃饭传道 这个就是真正的吃饭传道 哪里有好处 哪里给我钱多 我就去哪里了 你在一个乡下 在一个乡下 做一个chairman而已 现在我到整个基隆坡 整个中期做chairman 你要不要 你知道多荣耀 多有权柄 多少人的羡慕你知道吗 中期中期算什么 我要的是全国 全国的主席 整个国家的 整个国家算什么 我要做世界的联总的 联总的最高的领导人 世界的 那才给 给你条件跟你谈 这个假祭司 这个吃饭传道 心里就欢喜 很高兴 连假神偶像也带着走 也偷着走 你是神的祭司 你怎么连偶像也带着走 你在做什么东西 看到吗 什么都吃饭传道 看到没有 我常常想起 在神学院 老师的教导 你们出来当传道的时候 要常常记得 你是为谁做 为谁做 为什么做 做传道 他就想出了 有四种做传道的 四种原因 第一 有些人做传道 是为了他自己的 不是为了教会 也不是为了主 为了他自己 他按力的 得到这种权柄之后 他就在教会设立 他的舞台 一直在表演 在做他要做的 一直在表演 有一个舞台 让他去发挥 舞台 那这种舞台 一定要有人支持 一定要有掌声 所以他是绝对 不敢得罪人 舞台如果没有观众 没有人支持 没有掌声 你表演什么呀 谁理你呀 你一定要有观众的 那一定要有掌声的 请问这时候 是为教会做吗 还是为神做吗 还是为自己呢 你自己想看 这是我的老师教导我的 教我一定要去做的 第二个做传道 是为了饭碗吃饭 他不是为自己 也不是为教会的 但他没有这么多理想 我就是一碗饭 我就是想一个稳定的工作 一个职业吧 第二次的教导 只会做的 是为生命 和饭碗 我们常常听到 我的孩子没有用 这里做工又失业 那边就被老板炒 没有用啊 传道叫他去做传道 希望教会接受他 人家世界也不要你了 做工这里做不到 那边做不到 然后来教会讨碗饭吃吗 做传道讨碗饭吃吗 安安定定的吃饭 我不得罪人 我也不诞成你们 但是我也不得罪你们 我就是吃 每个月有钱拿就好了 那这个假计师 这个立位人 上年人就是这样啊 为自己一定是为犯的 为犯法也一定是为自己 所以两个是合在一起 还有第三种 有些人做传道呢 是为谁做 是为鬼做 为魔鬼做 这个吓死我了 那有可能是为鬼做的 现在牧养教会 三十年你就可以看到 真的有些人 是为鬼做的 讲鬼的道理 然后跟真理冲突 然后说 违反真理 然后还故意的 把真理讲偏了 走偏了 那不是在为鬼做吗 有传道叫信徒离开教会了 你没有看到这种事吗 有传道告诉你 不用来属安息人 你没有听到吗 甚至连洗脚你都不用的 你没有听过这件事吗 是我们的传道讲的 施脚你是不用的 不用彼主有份的 不用的 你没有听过吗 这是我们的传道来的 那不是为鬼做 难道是为主耶稣做吗 等下你会说传道在骂人 讲那些没有造就的事 那你看看我们今天教会的事情 你自己看 那这个立位也是为鬼做 把亚神带在身边 那不是把鬼带在身边 为鬼在做工吗 那个邪灵跟他讲话 邪灵在浮在他身上 在欺骗 不是为鬼做吗 去抢夺人家 这个是抢起神没有给的东西 然后说你们平安的 这不是在讲鬼的话吗 鬼的道理吗 只要讲鬼话呀 为自己做 为犯人做 为鬼做 这个少年人 这个祭司 全部都有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为谁做 最后一个是真正的 为神做 为主耶稣做 为教会做 那就要检验 你自己讲没有用 大家来检验 看你讲的道理 看你的行为 那21节到26节 那个是米家 带一般人去追赶 他的东西 他家里的产业 被抢走了 他当然要追赶 26节 但是米家 见到他们的势力 比自己强盛 只好乖乖的 吃亏了 乖乖的走了 这个就是传到刚才讲的 讲拳头了 干脆拳头硬 不是讲道理的 是讲拳头的 我们人多 我们来投票了 我们投票了 投票你一定输的 整半都是他们的人 你一定输的 谁理你 你是在骂人家 谁理你 你觉得自己很厉害 讲到自己这么圣洁 来啊投票 请问这个是在讲道理吗 在讲真理吗 最后一段 就是抢夺辣役 那请看31节 这里说神的殿在四楼多少日子 但人为自己设立米家 所调很像也在那边多少日子 他们设立那个偶像 然后也设立祭司 这次他们的人选是比较进步的 是用摩西的孙子 摩西的孙子 各孙的儿子 下的命令来的 连摩西都不可以做祭司 你有看过摩西去献祭的吗 有吗 你自己看 摩西有没有去献祭 都分很清楚的 那个献祭的是 亚伦是祭司的工作 摩西你不要乱来 所以摩西是没有做祭司 也没有去献祭的 绝对没有 现在他用摩西的孙子 名声更大 摩西是大家尊敬的人 大家叫他神人 我用他的子孙 名声好一点 大家的接受度会高一点 但是他们忘了 连摩西都不可以做祭司 何况他子孙 胆子派 胆子派后来在启示录 连没有进入到选民当中 得救的人数里面去 在启示录 胆子派完全被除名 三十一节他们这个支派就是跟神敌对 跟真理敌对 真理那个四罗神的殿在四罗 就不很远而已 他们就不要 他们就在那边 拉伊这个地方 党这个地方 我们就搞一个偶像的庙 搞一个自己创立的神坛 来跟四罗神的祭堂作对 来对合 那不是在跟真理作对 跟神作对 这三十一节是做对 神的殿在四罗 多少日子 他们设立的偶像 也在那边多少日子 你在那边多少日子 多久 我就在这里多久 怎么样 就跟你作对 跟真理作对 对抗 以前所有的人 要去朝见神 要去赎罪 要去献祭 都要到四罗去 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神的藏幕在四罗 神的那个夜跪在四罗 神的夜跪在哪里 你一定要到那边去的 这样明白吗 为什么到七罗的时候 胆之败被除民 整个自派灭亡 我们要有七八分钟 我们赶快来祷告 对不起 赶快祷告 我们还好 我们下来厉害 MINUTE worried We pray for the coming spiritual convocation rules 我是指导,跟你心哪里 是iller子 主持人 请你吝宝 这也没有